今年的中国新说唱可是来了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手 他就是人称直播界的艺术家 人气主播 耀水哥 在海选现场 耀水哥和调哥互动的视频 更是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即使你不了解他是谁 那你也有可能见过他的表情包 在被众人熟知之前 他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关注的小主播 2017年直播中的耀水哥凭借三个字 让他在一夜之间吸粉无数 开始是因为有位网友觉得耀水哥游戏打得很菜 在连麦时说了一句您配吗 两人便开始了直播界的世纪大战 您配吗 您配 您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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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水哥从晚上八点一直站到凌晨两点 重复这三个字长达七个小时 看似无聊窒息的直播内容 却有源源不断的观众涌入直播间 吸引了几十万的观众 最终对面网友心态爆炸 大骂一句我...崩溃下线 耀水哥一战成名就此崛起 从此开始了他抽象的艺术生涯 这也成了他留住粉丝的一大招牌 就算停播半年再换到一个新的直播平台 人气也丝毫不减 首播最高人气 直达七百万热度 弹幕数量位居全网第一 超越知名主播PDD三万之多 他最拿手的绝技就是假哭 演技说来就来 说停就停 最经典的表演还要数模仿西楚霸王 渐渐的直播玩游戏不再是药水哥最受欢迎的项目了 他在直播间开启了KTV模式 歌曲中穿插了哭播带笑子等节目 还不忘让粉丝在公屏上打上好听 节目效果属实爆炸 唱完歌后还要再来一段急性舞蹈 虽然药水哥的行为和聪慧扯不上一点关系 但很多网友都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为艺术家 他的天性被彻底释放 直播时表情夸张的拿着碗对着摄像头乞讨 或者目光呆滞的把矿泉水顶到一边 还有直播倒立 这贵蛋不惊的表演属实圈了不少粉 药水哥夸张的表情和搞笑的动作 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甚至还有以药水哥命名的表情包 正式上架了微信表情 他自导自演苦情戏也着实圈了不少粉丝 凭借着自己随机发挥的台词和演技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梗 男孩子都喜欢染黄头发的妹妹 他在直播间和小姐姐连麦 用一句灵性的 男孩子都喜欢黄头发的妹妹 让他再次出圈人气大涨 在抖音上也引起无数人的模仿 只是不得不佩服他的造梗能力 他在直播间说出的许多经典语录 也都在被人们模仿 小弟弟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把我逮住了 我要把你逮住了 你有你好果子吃 靠着在抖音的走红 让他的大名传遍了许多直播圈子外的网友 吸引来了不少观众观看他的直播 然后就会被药水哥圈粉 这样的情况没过多久就会发生一次 就连入住抖音 他的粉丝也是直线飙升 直播界的主播跨界入住抖音 也能有这么高的人气 这不是一般主播能够做到的 相比于其他主播的风格 药水哥的直播总会给人一种 打破常规 不按规则出牌的感觉 甚至有人表示 他的直播效果碾压PDD 确实他这种做法也吸粉无数 可能是天生吃直播这碗饭的人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